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2还蛮高的 我先把这几个换颜色 我先把它的一个资料 色彩 例如说2002填红色 然后2014年填红色 2015年填红色 那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像每一年都会有登革热 但是我们来去做出一个趋势 做出什么趋势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当你今天画好一张图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设一些管理线 就是例如说假设我们大概知道平均每一年会有多少登革热的病例数 那新北市是多少 那我们可能就会设这个平均线 当做是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在这个平均线之下 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有提供一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线 像常数线 就是方便我们去做管理的 还有像例如说趋势线 例如说点选趋势线加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多了一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意思 这条线所存在的意思是指说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 他电脑来去估算 未来可能发生的登革热病例数 也就是说可能2017年它会这么高 但是您应该知道 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例如说2014年 它可能是因为受到那个气暴的影响 然后气暴要到处去洒水 到处洒水之后呢 就可能会支撑很多的那个病霉纹 也适合的一个环境 所以导致那个病霉纹到处支撑 然后登革热 那个疫情的一个扩散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特殊的原因 先排除掉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趋势 也是有人这样子来去做的 所以假设我把2015年 2014年我先排除掉 那它可能的一个趋势线 趋势线就会 又是呈现怎么样呢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讲一下那个资料的筛选好了 资料的筛选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针对年的资料来进行筛选 例如说小于或等于20多少 因为要2013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如果我拿2013年之前的一个资料 来去观看的话 它的一个趋势 趋势是上升的 是上升的 大概就是以每一年为单位的话 它可能发生的登革热病率数是 这边已经到了一千六 一千七左右 这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当我们今天做好资料分析 我们还要再去做这个预测呢 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趋势的了解 那是因为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们做一些疫情的控制 我们是不是应该会先会有一个预算的编列 预算编列 我到底每一年我该编列多少 其实我们都可以从这些 就是可能发生病例数来去回推 去算一下我们可能编列的预算 假设我们大概知道 如果它的病例数 我可能就会准备相对应的这个预算 来去做反应 如果说我通通都不知道 我在编的这个预算 就会比较不精确 比较不准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除了要去做好这个资料分析 我们可能还要提供就是说 未来可能发生登格热的病例数 然后编列适当的一个预算 让主管可以有一个计算的依据 所以在这个地方 趋势应该是一个还蛮重要的重点 但是坦白说这是电脑算出来的 对不对 这是电脑算出来的 而且它是用什么线性回归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我们 通常我们都会把这种事情 就直接推给那个统计专家 好 我们就会写说什么 依据 依据 线性回归 从1998年到2013年的资料分析 我们大致上可以预测 2017年可能的登格热病例数 因为你前面已经交代了 那是经由一个统计回归 那如果有人要挑战的话 您先去挑战那个统计回归吧 我们把责任就直接推给他了 因为通常我们写论文都是这样写 例如说假设我要讲 引述哪一个新闻报道 说了哪一句话 我都会先把那个新闻报道先讲出来 意思就是什么 我可以推卸我的责任 你不用来找我 你要求证这件事 你去找那个新闻报道 通常在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注明 我们用的是什么 线性回归 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线性回归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学我其他的那个课程 我们还有非常多种回归的方式 绝对不是只有线性的